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聚会所的改造等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 还规划了五条旅游路线 让基隆市长林又昌带您一起去深度体验 经过整修这座西班牙时期新建的历史建物龙木井已经换了一新 为了改善和平岛阿拉保湾路口意向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与都市发展处及文化局等单位 吸手合作将龙木井广场及凉亭重新塑造成阿拉保湾聚落的新亮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龙木井把这个顶盖恢复了 这个原来的很朴素的样貌 然后让一个清洁做好 那另外呢在这个龙木井的顶盖的部分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 那把这个整个文化历史的故事把它雕刻在这个顶盖上 所以这个地方也兼具了不仅仅是文化观光 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也让居民还是有取水的需求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部分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用海浪的意象 做了一个把原来地板破裂的地方呢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让这个木地板可以做一些这个美化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旁边有一个凉亭 那这个凉亭呢是我们跟居民讨论之后 他们希望在阿拉保湾部落也有一些原住民的元素 所以呢这个地方他们希望有这个原住民过去在部落里面都有一个瞭望台 因为这里是一个入口 所以这个瞭望台我们是用了部落的图腾去拉线 然后把这个原来的很破旧的这个凉亭上面的这一些建物呢 把它去除了 然后把这个瞭望台盖起来 透过大金融历史场景2.0的串联 我们委托了官交处来做一个美化 而且跟部落的厨房有一些连结 我想文化之所以要保存 其实是要让它生生不息 那透过观光的手段来进行整体文化路径的一个改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 我的名字叫赶哨 赶哨 赶哨 拉弓射箭 化身神射手的金融市场牛昌几乎百发百中 让一旁的原住民头目与居民都竖起拇指大战 除了重塑入口异象 在这条文化路径上 金融市政府也将聚会所打造成 未来部落再生的核心区域 游客不只可以在这里成为部落勇士体验射箭 还可以品尝到和平岛特产 石花洞 即从海里的冰箱采摘的中罗等新鲜食材 所制成的道地原住民风味餐 刘昌强调这不仅是单纯的文化修复和部落再生 透过市政府跨局处分阶段的合作 整合文化历史观光及地方创生 让阿拉保湾聚落成为和平岛观光新据点 也为部落族人带来再生新经济及提升生活品质 未来像这样子的一个部落厨房 我们相信在阿拉保湾这个地方 以后不止一间 它可能会有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可能会有更多猪人部落的妈妈 她看到了 所以她也想把这个家里面 她的这个私人的料理 私人的这个手艺 来这个跟我们的文化观光的这些游客来做分享 那这个就可以达成一个部落经济的一个循环 西洋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正文表示 目前已经规划了五条深度体验游城 透过专业导览老师介绍及在地阿美族人的参与 让游客不管是到涉寮东炮台 还是和平岛阿拉保湾 都能探索秘境走近聚落 亲身感受历史文化的轨迹 记者张启腾 西洋报导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公布四大施政主轴 希望接棒林佑昌的政绩 续创基隆光荣 许多产学界名人前来力挺 公主邮轮集团总监陈新德也透露 如果顺利解封 最快明年四月十万吨级的大型邮轮将重返基隆港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提出四大政策主轴 包括延续市港再生标杆 全力推动基隆捷运 基隆历史场域再现及海洋城市基隆骄傲 针对市民关切的基隆捷运进度 蔡世英表示综合规划年底将送行政院审查 目前我们跟交通部铁道局 其实有就捷运的部分 做过十几下多次的一个开会 那现在捷运的部分就中央的部分来看 我们的预算会持续的编列 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准备要送还评审查 那我们现在也在就综合规划的尾端的收尾的部分 在做后续的内容的整理 如果完成的话 在年底会送给行政院做综合规划的核定 那我们就让他一步一脚运的做下去 因为未来核定完之后就换细部计划 细部计划再来就是工程 对于蔡世英的四大政策主张 出席的产学界名人都以行动力挺 身兼国际景观建筑师协会 亚太区主席的文化大学景观系所长郭琼瑩表示 2024国际建筑师会议 会议地点希望能选择在基隆 2024年的国际会议就在台湾 我们的主题是以海洋为主 所以我已经选好 我已经勘敞好了 我想在基隆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发展是在海上 有一个reception 所以我们要找工作游人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张柏瑶 则以日前参观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的经验 希望蔡世英能有机会继续接棒基隆 延续城市蜕变成果 过去台湾对基隆又老又丑的这种印象 已经完全根除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最美丽 最富有人文风景的一个城市 我相信 无论是我身为台北人 或者在地的基隆人 一定非常殷切希望 未来可以持续延续 这个城市的美丽 制作知名台剧的导演王怡欣认为 基隆丰富的历史文化 很有资格成为影视产业的大片场 他更宣布 未来第三季开拍 基隆将成为主要场景 过程中蔡市长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协助 重此那可能跟他没关系 也是他严重 可是他觉得他愿意支持好的 苏州台湾这个基的作品 一路走来 好多严闻 那所以我们有 乔台这是一个IP计划 所以我们明年 未经乔台第三季 我们决定 明年年初开开 以基隆为主比较长景 然后明年我们会开开 以以基隆为主要场景 公主邮轮集团行销总监陈兴德 除了肯定蔡市云海洋城市政策外 也透露 等边境开放后 明年集团将会有一艘十万顿级 可以承载三千人的邮轮挂靠基隆港 预计最快明年四月成行 全世界嘉年华集团 公主邮轮这个品牌里面 全世界第三大的 这个以这个领克数来讲 是第三大的一个市场 可见台湾人对这个游轮的旅游的喜爱 因为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是澳洲 这都是一个游轮的一个大国 我们竟然是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游轮大国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感谢 台湾民众对这个游轮的一个支持 然后他们也很特别喜爱 在基隆港这边登陆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 所以我这边也珍重跟各位 包括我们也已经锁定了一艘公主 在整个嘉年华集团 明年会有一艘 会做一个破纪录的最长的母港的 才基隆的一个 一个操作的一个游轮 它是十万顿级的 这个游轮能够带三千人的 这样的一个领克 那已经锁定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等我们的边境开放 我们就会开始做积极的筹备 赛世音回应表示 目前基隆港东西两岸旅客服务中心 都已建置完成 就等游轮靠港 它会持续推动整个游轮产业供应链 让基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游轮母港 与国际级的海洋城市 为了让海洋生态永续观念向下扎根 由国际狮子会300A2区中北狮子会 和长虹狮子会两会联手 在和平岛阿拉宝湾举行浸滩活动 大手牵小手西家带卷 将近有80位会友共襄胜举 大太阳下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人手一只夹子 最小近滩的志工只有四岁 跟着大人一起捡食保特瓶 清理海岸 近滩点热线又安保 捡得差不多五六双鞋子了 国际狮子会300A2区 中北狮子会与长虹狮子会 两会联手 在和平岛阿拉宝湾举办金滩活动 大手牵小手西家带卷 总共80位会友共襄胜举 为海洋及环保尽一份心力 那主要我们就是西家带卷 然后其实是要做一个 生教的生命教育 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金滩的活动 然后也可以教育 下一代因为我们透过看到 原来我们这么漂亮的海滩 然后有这么这样看到这些垃圾 就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透过这个进化海滩教育 我们下一代说我们要好好的 保护我们的生态 这样子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环境 我们今天有大概快80左右 来这个现场 然后就是大小孩小小孩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那个行动不便的私友 我们也蛮感动的 他们就是用一份心力来支持我们 然后小小孩也都这样子下来 在在就是尽心尽力的在剪这些塑胶的垃圾 我们都很感动 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的期间比较趋缓了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带小朋友出来走一走 那顺便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个 这个浸滩的活动是怎么一回事 那也了解海洋海洋的这个漂流物很多 那我们也尽一点社会的责任 来做这个为海洋尽一份力 做这个社会服务这样子 大手拉小手 浸滩虚拟我 公益活动 已经是狮子会 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之一 希望能够为环保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也为下一代做最好的身教 环保爱地球 一起捡垃圾 环保爱地球 一起捡垃圾 耶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许多淫法族 特别是高龄长者 因为激励退化 导致许多问题发生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看见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特地写计划 向卫福部争取预算 利用暖暖定详 里面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设置全市第一间 免费的银法健身俱乐部 在专业教练指导运动健身下 长者们增强了激励 也改善身体老化的问题 在经国管理学院 专业教练从旁协助指导下 七八十岁的高龄长者 利用各种健身器材 练习身体 手脚和关节等 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 一段时间下来 强化肌肉力量 也改善了身体 因为老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他来这边俱乐部这样慢慢的运动之后 是不是对您觉得对您的激励 这方面也有比较显著的帮助 我觉得非常显著 因为过去我也有运动 常运动 可是我觉得有那个老师 教练在教完全不一样 因为运动还是要有技巧 要有方法 知道怎么训练 所以他教的那些动作 做了以后很明显 本来我是手肘的关节 膝盖的关节 都会很容易痠痛 早上起来每天都卡卡的 做了以后 非常轻松 就是有很明显 非常明显的感受 许多银法族 特别是高龄长者 经常因为激励退化 导致许多问题发生 激动市议员联恩典 看见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特地写计划向 卫福部争取预算 并且和暖暖区定祥 里长冯瑞芝一起合作 利用暖暖定祥 里民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设置全市第一间 银法健身俱乐部 购买适合老人家运动的 健身器材 并且聘请专业教练 到现场指导 长者们增强了激励 也改善身体老化的问题 那这些的健身器材呢 不但供应我们 还有这个教练的费用 这个也资助我们 那这次在申请案件中 这也有一百万的经费 然后来协助我们成立这样子 当你借着这一些的运动器材 特别是再加上教练专业的指导 在你某一个方面 比较不足的地方 它可以来补助我们 让我们的肌肉更强健 我相信你有好的肌肉 好的这个脚力 你就会想要去做些事情 或者是走到哪里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来申请 这个跟普通 你只有走走路 快走或者是爬山 或者是你做一些健身操 健康运动 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有专业的老师 来协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部位 都能够增强 这是我也在这里鼓励 我们年长的好朋友 我们这是免费的 如果像现在 你如果要到这个健身房去 每一堂课将近就是要300块 我想你来我们这里上一堂课 你就赚了300 联恩典议员大力的争取下 我们定想你这里设立了 基隆市第一个银法族的健身俱乐部 很希望长辈们能够好好利用这边 那每个礼拜一早上7点半到9点半 礼拜二一点半到3点半 礼拜五的8点到10点 这边有专人在指导 欢迎长辈们一起来利用 强迫我们的 强健我们的体魄 陪同家中长辈来运动的一位家属 特别感谢联恩典议员 让家中长辈在专业教练指导下 健身运动 改善晚上贫尿的问题 联恩典听了很高兴 也很欣慰表示 目前已经请专业教练 培训里内志工帮忙 希望可以扩展俱乐部 开放健身的时间 帮助更多银法族长者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熙渝精心雕刻的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牵手牵眼观音菩萨 要再等明年咯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夏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共聚赏月圆 红式甜品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基隆市重制街 35巷里面发生地机掏空 导致一辆汽车前轮陷入坑洞 由于市政府十多天前才施作污水下水道工程 里长质疑施工不当造成 不过市政府公务处则是否认这种说法 脱掉车缓缓将陷入坑洞的车轮吊起 仔细看地面上出现一个比篮球大的坑洞 原来车主在台风夜前一晚 将爱车停在这里 没想到一早要开车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我刚刚要动车的时候 就是我一发动我就稍微往前 结果就听到碰一层 这边就卡下去了 对对对 我才按一点点油门 就是要动的时候 他就倒进去 不过坑洞旁的幼儿园也反映 围墙出现了裂缝 宿内墙角也有裂痕 磁砖拱起 里长和李明怀疑这与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有关 他们来施工下水道工程 然后事前施完以后 在那个恢复路面的时候 潮潮了事 希望市政府能加强监督一下 这些外包商 不要这样 然后做了你们来这里施工时候 造成公安意外 造成那个房子的毁损 现在又有那个地层下线 之前有跟他们讲过 一定要来探勘过 因为这边是 在那个向神纳逆的时候都地基掏空 所以这条你要在施工的时候是务必要小心 看到的新的沽的柏油路都是施工的范围 那这一次台风就是下了雨以后 这个不知道就今天来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市政府和包商也到现场勘查 发现巷道测沟 结构维持良好 加上坑洞处是道路外的市人土地 我们施工的地方至少有一名啊 嗯 对啊这样 我是觉得要算全部算 我们这边算有点 对啊 而且毕竟这边楼房本来就比较旧了 旧了 情况出发来讲呢 那基本上我们道路的测沟 那个结构也都是良好 那我们乌水下来到底是在我们的道路内的施工 所以这个部分的出发呢 应该是这个市人土地的原本的地平 可能在施工上 这个厚度比较薄 那内部有稍微这个逃空的状况所造成的 那这部分大概出发上的是 跟我们乌水下来的施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市人府公出强调 乌水到施工之前都会请包商 针对邻近的房屋进行拍照 后续将会进行比对 如果施工有造成邻宅受损 公务处和包商会负起责任 做好善后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一名富人拿着衣物到中和路的衣物回收箱回收 却把手机也跟着一起丢了进去 富人钻进去要捡手机 脚被卡住整个人倒挂在回收箱里面 一直到有运动的民众听到救命声 才通知警察将富人救了出来 路边蓝色就一回收桶倾倒在一边 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将锁头给破坏 好不容易终于打开 但怎么会这么着急 是因为 蓝色就一回收桶里 竟然有一名富人 整个人倒头栽在里面 还受困一段时间 消防队员赶紧协助他脱困 让他还下 倒掉很久 让他坐下倒掉很久 5号清晨 68岁的黄姓夫人 拿着旧衣要回收 到中山区综合路这个回收箱 但一个不小心 把手机跟衣物都一起丢进去 为了要捡手机 夫人从回收孔往里面爬 脚雀在这个时候被砸住 整个人倒挂在里面爬不出来 在这里要弄里面窄就对了 夫人当时打电话报案 也讲不清楚确切地点 远景找遍回收场都找不到 直到清晨五点 有运动民众听到救命声 赶紧通知警方 夫人这时才终于获救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林又昌又出第三本新书 名为《想路飞飞》 林又昌的浪漫思旅 这次是以林又昌的口袋名单 基隆42家好喝好吃的咖啡店 和甜品店作为新书的内容 特别推荐给大家 来到基隆喝杯好咖啡 享用美味甜点的好所在 在咖啡店老板和甜品店 达人的指导下 基隆市长林又昌 现出专业泡咖啡 和做甜点的处女秀 这是林又昌发表的第三本新书 《想路飞飞》林又昌的浪漫思旅 这次是以市长林又昌的口袋名单 基隆42家好喝 及好吃的咖啡店和甜品店 作为新书的内容 特别推荐给大家 来到基隆喝杯好咖啡 享用美味甜点的好所在 让大家来基隆不再只有 咸咸海洋味道的感觉 而是还有甜甜浪漫的气氛 因为一个海港的地方一定是最浪漫 最充满文化人文气息 最有风情最有情调 然后呢在这个城市的环境里面 漫步就会像在巴黎像在伦敦 像在横滨的港口 像在上海像在东京的港湾 那这个男女朋友 这个老夫老妻 然后手牵了手 很想继续再谈一场恋爱 我说海港的一种风情 应该是这种气氛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实港口的味道 也许应该是甜甜的 而不只是咸咸的 那这几年因为基隆的 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变 大家对未来基隆的想象 也变得不一样 所以有越来越多 我们的这些咖啡店 我们的年轻的伙伴跟朋友 慢慢的回到基隆 去发挥他们的创意 然后每一间每一间店 都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些特色跟创意 它丰富的基隆市文化的基底 也丰富的基隆市 整个城市的内涵 跟它的魅力 所以我说今天这一本书 我们在书里面有 42间的咖啡店跟甜点店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 专属于林又昌个人 这本书其实是属于 我们所有在书里面 所有的咖啡店 跟所有的甜点店 大家共同拥有的 知道市长林又昌 又要发表新书 现场更涌进来 满场的粉丝要买书 请市长亲自签名及合照 没办法 就是爱上林又昌的方方面面 是市长的粉丝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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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的粉丝 最欣赏 你最欣赏它哪一点 都有 它的改变件事什么都很好 对 做人也很好 谦虚 对 它的书你都有买是不是 林又昌也和书中42家咖啡店 以及甜品店业者大合照 一起欢迎大家来基隆 这个有历史的海港城市 品尝各种好喝的咖啡 以及美味的甜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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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路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中家寬評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 基隆有一名婦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避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啊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嘉寬評吧